凤凤九天 终极大招 凤凰盘逆重生 儿童节特辑可能会知道 但一定不会缺席 我们来了 对 今年的儿童节特辑 我们照样准备了一些东西 如果你见过 或者小时候玩过这些东西 那么你大概率已经跟我们俩一样 分四了 分五了 一二三 不行了 老腰要断 刺到有一年得出事 走走我们出发 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展示的项目 是科技产品部分 高科技BPG 又叫 BPG不BBG吗 好像都可以接 都 年龙叫 到底叫啥 BBG还是BPG 最有印象的可能就是这条链子 有金色的 还有这种白色的银链子 我们那时候没有别的电子产品 我就天天想把这个拿过来玩 然后我当时一直以为这个能发短信 你知道吧 我以为这个可以发句话给人发出去 包括这个我一直不懂 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不能发短信的 就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们见过这个 可能你们年纪也比较大了 00后 估计不知道 肯定没见过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东西是怎么用的 你比如说我打电话给传户台说 我呼某人 让他回个电话 然后传户台就会发一条信息 给这传户机上面说 某某让你回个电话 然后我再找一个固定电话 对 再回去 这上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当时看到的 就说马化腾挣的第一笔钱 就是做传户台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 后来才做了QQ 然后才有了现在的企鹅帝国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吵 感觉爸爸 要不要别这个 会感觉到很有面子 这个小孩 堪比虚荣 堪比应该是别个大哥大 当时大哥大 一万块钱 大哥大跟这个是同时代的吗 同时 大概晚个三四年到五年时间 大哥大 我当时记得好像 那我小时候我家没钱 那说明 因为我家没见过大哥大 我家也没见过 大哥大当时一万多好吧 一万多块钱大哥大 那如果你小时候见过大哥大 说明你不仅年纪大 你小时候你家还挺有钱 对 那我家是没见过他 你看这牌子摩托罗拉 当时最有名的 摩托罗拉 现在摩托罗拉去哪了 不知道现在00后完全不知道 现在摩托罗拉做手机还有 但是没人买 我90后 同年最高科技的东西 就是这个传户机 你呢 我现在拿出我的 我先讲一个故事 好 就是这个 为什么说初中这个 因为初中我们那时候同学 不像现在的小孩都没有手机 只有老四有手机 我们当时有个特别漂亮的性感的 不知道二十多岁还是三十岁的一个 英语老师 而且他用的这个红色的颜色都一样 就这一款诺基亚手机 奥姆全班男生都绝对记住他了 多好看 年轻女性都用这个手机 这就是当时的iPhone好吗 对 好 开机 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听说哈 听说现在小孩子已经不认识了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它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软盘 你也不知道 我没用过 我们那时候 你这干什么的 这个东西呢叫软盘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移动硬盘 你看 这有个小机关 中间可以转的一个盘 上面可以记录数据的 我们只有我们小学班主任家 有一台那种特别大的电脑 我们从来没玩过电脑 就你的人生 跟他完美错过了 对错过了 虽然你们的时代是同一个时代 对 但是我不一样 因为我爸搞计算机 就接触比较早的那个 你爸那时候就搞计算机 为什么跟那个上一代 马化腾他们同一班 起来呢 那是搞什么了 那不是 就玩游戏了 我问他 我爸沉迷游戏了 起玉 玉是那个土石旁的那个玉 我给我爸去买点卡 你知道了 然后我爸天天在那寡计玩 然后我楼下的叔叔打传奇 他们当时都是那个银行系统 那个时候进了银行系统 感觉自己人生巅峰了 玩物丧志 像这种我家特别多 就一个大盒子里面塞满了 就各种光盘 还有这种东西软盘 所以小时候家里有电脑 肯定见过这个东西 我还是感叹你吧 选对了赛道没有坚持下去 不然现在你就不会在这做视频了 现在我还在做着 在掰这个 对 不怜我 我知道了 还是因为我 是我的错 因为我小学有个东西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小学班主任 让我们写那个调查表 你的出生年月日 我生日 还有你父母结婚日期 这些东西 我回家一问完 我一填完 发现父母的结婚日期 跟我这个出生日期 中间差了好像就几个月 有点问题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我妈 我就说你是不是未婚先育了 我妈就很害羞的承认了这些 因为我妈那时候她是在常理上买了 后来常理下岗 然后我也生出来 对 你知道吧 这不能从小就孩子就不要了 我奶奶从小也是从农村里面出来 然后一直住在我家的 这一大家子人要养 那主要还是看来这样说的话 还得我爸冲动我爸的说 不是 是你拖了你爸后腿 好现在是临时部分 先有这个还是先有动画 小龙人动画到底讲的什么 我这牙齿不能吃甜的 这个其实好像跟小时候味道 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 小龙人属于小时候火锅一阵 厂占了那个价格敏感型市场 然后呢 现在还在苟延残喘 大白兔属于就一直都还好 我这个先放了一边 吃过小龙人的 弹幕打个一 然后至少我感觉应该已经 三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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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了 二十三岁以上 然后三十岁左右 给大家先猜一下 先不把品牌露出来 猜一下这是什么 建立宝 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印象 其实我这个也没这么喝过 听过吧 我听肯定听过 但是就是说我小学的时候 其实大家已经在讨论百事和可口可了 谁更好喝了 建立宝堪称民族 当时的民族之光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没落了 没了 我听说好像是国企还是外资收购了之后 就开始一路走瞎坡路了 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上面放一个古希腊雕塑 那个什么制铁饼的人 应该是这个雕塑吧 是的 是的 为什么会放它呢 它这个就展现 不是民族之光吗 哎呦哎呦 是来了 对就是这个味道 对确实 难怪后来不行了 不太好喝 可口可乐或者百事可乐出的那些美莲达 芬达那些的成味饮料 其实味道是要比这个高级一点 对是要高级 但这个我们小时候喝的就是这样的味道 那时候那个年代物质比较匮乏 能喝到这样的饮料已经很开心 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些 我们俩是差了多少年 几万二十多年吧 二十多年 其实我们俩也就差了两岁 对 但感觉我们小时候 年份时代 年份时代的 来 这个东西其实 现在的小孩子应该也不吃了 他们会吃绿剑的那种口香糖 或者木糖醇 哎等一下我跟你准备的正好一样 我这也是大大的泡泡糖 这个确实像我这么年轻的人 小时候我们学校旁边的小白布 小白布里面 对就是这样的罐子 这么多年了 它还依然原地踏步 这个精神确实 没有人家这是经典 闻一下 哇 感觉一嘴一嘴的那种 这不是漏了吧 口香糖 各种食品添加剂 这应该属于对身体 特别不健康的那一类食品 就是制造的时候就是 糖 加粘的东西 糖浆 淀粉 碳水化合物 然后食品添加剂 各种苏丹红 往里面倒 你这样说会 我们收到这个大大的律师函的 不会 我辟谣了 是胭脂红 不是苏丹红 我在这上面看到一个信息 马氏建牌糖果有限公司 永和分公司生产 这是啥意思啊 大大被建牌收购了吗 建牌2.7亿美元收购 大大泡泡糖 我们小时候吃的很多东西 可能都不是国产 因为那时候国产品牌很少 原来小时候 我们一直吃的是进口货 西班牙货 所以这不是个国产品牌 被美国公司收购的故事 有点像 再吹 再吹 醋了 全都是那种各种添加剧 我能感觉到淀粉的那种磨砂感在嘴巴里 这个吐的场景不能说 挂上去 人家觉得太浪费了 那口香囊不吐 我还能吞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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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跟 跟人家那个 假大卫王是有本质区别的 小浣熊方便面 其实我到现在我家里都买了一箱子 放在那儿 然后想吃的时候我就拿一个 当然我吃的那个是现在可能流行一点的 叫魔法式 魔法式它味道比较浓 你像小时候这个小浣熊 我是真的从来没买过了 日韩品牌的方面面 什么火鸡面啊 在这些吃播主播的带货下 其实卖的都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小浣熊 现在到底怎么样 还能不能选择它 首先我发现它这个面粉 方便面块的这个软硬程度 很不错很脆 这个调味料呢 就那些粉粘幅度啊 多和少的程度 拿捏的也不错 但是你搅到50%往后 后面的50%它就没有味道了 嗯对 果然分析的很透彻 你这真是专业 反正又反向带货一波 我还是会更考虑魔法士 或者小当家 反正又没给钱是吧 我又实话实说 我刚刚都说谦虚了 大概到60% 70%的时候 就已经没味道了 而且这个面粉开始粉化 不行不行 东也拉起 红年的时候吃的时候 没有对比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吃了这么多 不是民族品牌 就是童年品牌 就你会发现 他们现在销量都不高 纯靠怀旧 很多时候真的是你产品力不太够了 你得与时俱进啊 对不对 好我宣布这个重出江湖失败啊 小焕熊的那个生产厂家们 如果你们真的在意这方面口感的话 需要改进一下 到时候再找我们 再给你们做一个测评 临时部分就结束了 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现在我们到了游戏环节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玩意儿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东西 小虎队旋风卡 小焕熊方便面里面的一种收集的卡 类似于水浒卡 就是收集用的 请问小焕熊小时候给你们送了多少东西的 对 它是靠玩具卖方便面的 对 它就是这种营销策略啊 像人家要收集这种卡 要每天都要吃方便面 捕捉不到 就可以弹飞 我去捡一下 说实话 就这个驼飞轮 我小时候见都没见过 你看 你要一端拉它就松掉了 我已经懂这个原理了 就是通过转圈让它绳子缠起来 然后一拉 让它在中间转 现在的小孩多幸福啊 这电子游戏是一群领着月薪 一两万的人费尽心 看看看看 哇 来了 哇 这好好玩 哇 好好玩 看看侧面的光 斜一点 那边有光 光 能看到光吗 这像夜晚的话肯定很好看 我们以前没有这么高级的还发光 我们以前就用九瓶盖 哇厉害厉害厉害 好 其实这第三个游戏呢 我们小时候所有男生应该都玩过 但那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展示 所以其实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现代的东西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买两个在家里和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一起玩的 好吧 拿出来 好 哎 迷你街机 迷你街机 界面啊 山寨的是PS4 索尼的 哇 这个真的是很老的一个版本 哇 还有枪呢 接受我的挑战吧 战斗陀螺 全光好 梦无九天 接受我的挑战吧 战斗陀螺 梦无九天 冬队大衆 冬队大衆 佣篇 冬队寒逸重身 冬队大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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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红色的系列是被你这个蓝色的克制的 就是 对吧 我这个是 防守类型 好 好 放 哇 你赢了 你赢了 好厉害 以前有没有玩过这个 玩过 小朋友 送你个六一儿童节礼物要不要 这两个你选一个 送给你红色 好 OK 你可以把它拿回家了 拜拜 要相信人间有真爱 拜拜 螃蟹 你是螃蟹 好 这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又是一年儿童节 我们还是在这个公园 其实对我们俩来说 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 生理上也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比方说今年九筒的这个腰 就不行了 现在在办公室天天站着 不知道去年看我们的视频的你 今年再看我们的视频 有没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但是我们是有的 说这儿童节节目希望以后每年六一的时候都能拍一起 但是 那以后没东西拍了 对啊 我现在担心就是明年拍什么的 对明年拍什么 大家有想法的说一下 弹幕说一下 今天儿童节的主题仍然是号召大家 放下手机 对 放下对电子产品的依赖 对 我们出去看看 到外面走走 对大好时光 对 玩一玩 阳间的 哈哈哈 玩一玩外面的东西 大自然的东西 就是那些手工活 对不对 对 好其他的没有了 还是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吧 儿童节快乐 好拜拜 拜拜 你用B站吗 哔哩哔哩你知道吗 哼 不知道 是 可以 这说明什么 低龄化还没有很严重 哈哈哈